据台湾媒体报道 为了应对夏季用电高峰 台电近日推出新的节电方案 如果民众自愿申请 让家中的智能电器由台电远端控制 只要省两度电 就可以获得48元新台币的基本补助 此项政策一推出 立即遭到外界骂声一片 报道称 台电近来推出新的节电方案 也就是7到11月每天14点到22点 当台电电力负载太高时 可以联网关掉民众家的空调一小时 每天最多两次 每个月最多16次 若按此执行的住户 每个月电费可固定扣减48元新台币 关掉空调时 每度电回馈10元新台币 限额2万台 举例来说 如果一个月通知执行4次 累计节电量为4度 回馈金额就是88元新台币 我应该不会想加入 因为感觉好像有被监控的感觉 会省电的还是会省电 就是会想尽办法省电 对 如果就是会觉得无所谓的 就是就会 大家就觉得 我就是要吹到爽 这样子 有岛内民众质疑 空调这样开开关关 不是会更耗电吗 而且商家也不看好 有烘焙业者表示 面包甜点从发酵到制作 温度和湿度都要控制 营业场所突然空调关掉一小时 或改送风 店家和客人都受不了 假设是现场营业的话 客人他比如说吃饭会用到一半 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温度整个改变 那对客人买度也会差距蛮大 所以这来对池物上来说是蛮困难 对于这个新的节电方案 岛内网友纷纷批评说 是哪个猪队友想出的笨点子 完全占台电角度 无视用电客户需求 不缺电干嘛花大钱买民生用电 还有网友直言 我支持节能 但我拒绝为错误政策买单 蓝营明带对此也是炮火猛烈 直指这个新的节电方案背后 就代表一件事 台湾缺电 民进党当局买电 还有蓝营明带点出 这个新的节电方案开始实施的时间是7月下午2点 这个时间点过于刚好 下半年度刚好也是我们河山厂一号机要除疫的时候 每天的下午2点到10点 这是最热的时候 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才能够重新从民间的手上把电买回来 虽然台电重申 新的节电方案是参考国际经验 提供民众自由选择参与的机会 但显然并没有多少人能接受 感谢观看